做艺术工作的人会不会说比较花心 私生活会比较乱啊 哥问啊 自杀啊 不是什么好孩子 当然老张是不是一个渣男 我们还在讨论当中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是好久不见的Talk with Tan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也是比较偶然的一个时间段 正好妈妈有跟我聊天的时候聊到 然后就想了很多 也思考了很多 觉得是非常适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 学艺术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比较大了 那我们就从这个故事开始 妈妈是怎么问的我来开始讲 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 我最近不是在谈恋爱吗 老张其实是我第一个 艺术行业里面的男朋友 所以妈妈就是会有一点担心 然后就是有问我说 做艺术工作的人会不会说比较花心 当然她说的可能比较的暧昧或者比较的隐晦 但是她其实想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会不会比较难管啊 或者说她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花花肠子 这种感觉 那她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就是到底在非艺术行业或者非艺术从业者的眼里 学艺术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可能她的想法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想法 很多人都会觉得学艺术的人就是直接会给你定个性 就觉得说可能你的私生活会比较乱啊 然后你可能会比较开放啊 能接受的东西会比较多呀 不是什么我们所谓的正经人呀 包括说像我自己也是 我就是染很多五颜六色头发啊 然后一耳朵耳洞 然后又纹身 很经常的会被一些年纪比较大 或者说不了解的人认为你可能就不是什么好孩子 当然这好孩子也是戴引号的 那首先其实从很多意义上来讲 大家之所以会对学艺术的人产生这一类型的误解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的社会新闻会报道 他们的私生活很乱 甚至有一些人需要靠吸毒 一些非法的手段 甚至于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 割腕啊自杀啊服药啊等等的行为 去刺激自己引发自己的创作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很多人认为 只要你是一个搞艺术的 只要你是一个创作者 你就一定需要这些外界的刺激 才能激发你的一个创作灵感 因此搞艺术的人可能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在这里其实从我过往认识的很多艺术家也好 或者说我身边的一些艺术的从业者也好 我自己的理解是我定义艺术创作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种是原发性的创作 一种是转化性的创作 那么原发性的创作呢 主要就是讲说你需要从你的自身出发 激发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情感 甚至于说需要从你自身的一些经历里面 去提炼你的创作的灵感 以激发你的创作 那么这一类的人群可能主要以一些画家呀音乐家为主 他们需要去不断的思考自己的人生 然后去或者寻求一些自身的刺激 才能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 那么另外一些呢 我们所说的转化型的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老张的工作 可能就是这一类型的 我们更需要去体会其他人的一些经历或者情感 然后来达到一个自身创作的目的 比如说他去做电影的美术 他可能是需要读剧本 研读剧本从剧本原创者的故事里去提炼自己的情感 达到一个共情 然后去用视觉的语言把它再创作出来 并不是说这样他就不是一个创作者 而是说他的情感来源并不是来自于他自身 而是主要来自于其他的一个创作者 然后他们去把他的感受和他的这个原创的东西融合在一起 那么这种创作并不是说绘画作品和音乐作品就无法进行这样的创作 相反很多的成熟的创作者也是这样从身边的人或者从一些社会事件上面去激发他们的灵感而达到创作的目的的 所以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下就会有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那么其实大多数来讲我身边的人也好或者我自己也好 更倾向于后者我们都是一种转化型的创作方式 我们更喜欢去感受生活去观察身边的美啊 然后去理解他人啊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吸收和记录下来一些情感 一些情绪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创作 所以其实我们更像是一个收集者记录者 然后去把他们转化我们创作的动力 那这种方式创作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不断的寻求新的刺激 至少从自身来讲吧 比如说我可能不需要频繁的换恋人来激发我对于爱情的想法 我也不需要通过一些自残或者伤害自己的行为来打到一些疼痛的触感 在这种行为模式下可能创作者会相对更理性一些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吧 那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就一定是原发性的需要通过自身刺激 那么可能他们就会成为大众理解中的那种徘徊在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边缘的一类人 那其实这两种方式并没有说好或者不好 只是说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创作方式而已 那我们其实还是说建议不管你是哪一种创作方式的人 都希望大家可以首先保护好自己 其次不要伤害其他人 然后不要犯罪违法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那么回到这个问题本身 为什么大众会对艺术工作者有一种刻板印象 认为我们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人士呢 因为艺术创作者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大众化的职业 他需要你有一些天分 并且不管你是哪一种创作者 你都需要比其他人够敏感 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并且能够感知到其他人的情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大多数心思敏感的人都很容易产生一些心理疾病 因此可能会有一个一定大的比例上面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的行为模式 或者说自杀倾向会稍微重那么一点点 但是其实这个比例在现在的广泛社会的其他职业中也是包括的 只是说每当大家听到你有这种情绪的时候 可能艺术从业者更擅长去分享出来这种情绪 或者说明白这些情绪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 所以会给大众造成一种认知 其实就是搞艺术的人通常都有点病 然后可能都比较极端 所以其实这算是一个刻板印象吧 不能说我们的比例高过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 只是说可能大家接收到的信息的比例更高 因此大家可能会对我们有这样一个误解 那同样的情况下就是艺术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职业 那可能受到的关注度也会比较高 比如说同样是两个人 一个是国家公务员 一个是艺术画家 他们同样是游走在道德的边缘 比如说同时都出轨了 那可能这个公务员没有人知道 或者说大家就是也没有人太关注他 但是可能这个画家就相对可能比较有名 可能麦杰画比较有名 他这么新闻一爆出来 大家就会觉得 果不其然 画家的生活就是比较乱 但其实从我的角度看 我是觉得这个比例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中的 他只是以个体作为区分 就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但你不能说搞艺术的人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还是太片面了 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在过往的无数年里可能也有很多知名的艺术家 有一些画边新闻啊 甚至于一些艺术家都死于自杀 所以说可能会对大众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也是非常的正常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 特别是我从个人的经历出发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刻板印象对于即将进入艺术行业的从业者来说 有非常大的影响 当我开始决定我要学艺术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一个比较迷茫的阶段的 在那个阶段我就会疯狂的给自己灌输一些刻板印象 我会思考说 我已经是一个学艺术的人了 是不是很多事情我就应该这样做 比如说我就应该染不一样头发 表现个性 我就应该搞得比较非主流一点 或者说我就应该私生活乱一点 这样才配得上我学艺术的这个名头 但事实上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以及非常无聊的 当然我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做了一些尝试 但是这些尝试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我也没有后悔的 那同样也有一些尝试是我自己的三观克服不了的 我也就没有进行了 那在成为艺术从业者的这么多年里 不管是我在学习 还是我后面工作的生活里面 我其实越发的会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不要被这些刻板印象影响到你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选择和观点 永远永远不要认为我因为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工作的人 或者因为我学了什么什么 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从来都没有这件事情 每个人去做自己的选择 不管你的行为模式也好 或者你去交朋友也好 或者你去改造你自己也好 这些都应该是从你本心出发的 就是我喜欢或者我想要 你才应该去做的 而跟你是学习什么 做什么职业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我也知道我有很多的观众 可能是正在上学的学艺术的小孩 或者说即将步入这个社会 成为一名艺术从业者 那在这里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吧 也是希望能给到大家一些建议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选择是对或者错的 主要是两个点吧 一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你做的每个选择都要遵从于你的内心 是你真的想要并且符合你的三观的行为 二就是不管你做了什么 你都要勇敢的去承担你的这个选择所能带来的后果和责任 那么我觉得你这个选择就是OK的 像很多小朋友可能就会有一些担心 就是艺术圈是不是真的很乱啊 进入了圈子是不是会有很多潜规则呀 然后是不是大家不能教学艺术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因为感觉都是渣男渣女啊 是不是我进了艺术圈就一定也要变成这样才可以 那如果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是不是不应该选择艺术作为我的事业 在这些问题上大家通通都不需要有这些担心 学艺术的人搞艺术的人也就是普通人而已 只是他们进行了一个艺术相关的职业罢了 那么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不需要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担心 你只需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坚持自我 然后把你自己的天赋和你的想法释放出来 成为一个对艺术有作为的人就可以了 不要被你的职业影响到你对生活最基本的判断 而且并不是学艺术的都是渣男渣女哦 我就很好 当然老张是不是一个渣男我们还在讨论当中 如果大家有什么最新的萌料 欢迎大家汇报给我 主要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害怕吧 然后坚持自己 不管你是作为一个个体也好 还是作为一个艺术从业者也好 只要你做到了最好的你自己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关于这个话题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想和我讨论的 甚至于说你有一些担心 也欢迎大家留言或者发弹幕给我 我也是非常乐意给大家解答的 那也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帮到你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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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